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龍不止3分鐘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晚上好 請問你訂閱追蹤老王的YouTube頻道了嗎 還沒有訂閱追蹤的請你趕快動手喔 因為訂閱追蹤老王YouTube頻道 他不是加入會員 他也不用任何費用 他是第一時間可以通知你老王的影片上架囉 好的小編今天要來談談什麼話題呢 龍哥 聽說有新的歐債風暴要擔心了 新的歐債風暴要擔心了 更正確的來說應該是法債風暴 更正確來說應該是這樣 那我們要講法債風暴之前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回顧一下這個大概2021年左右 當時的歐債危機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啦 當時爆發了這個歐債危機 總共有5個國家 拿5個國家 就是畫面上這5個 這5個國家當時有出現歐債危機 那歐債危機指的就是 這些國家他們所謂的主權他們的債券 他們國家債券有倒債的風險的可能 這個國家債券都是很多國家去買的 很多專業的大型的基金去買的 萬一這些國家倒債啊 那引起的風暴啊 就是連鎖反應 就跟我們講過美債一樣 如果美債有一點倒債 不可思議啊 刺激了 哇那世界末日啊 那歐洲這5個國家就在這裡 歐債5國啦 那小便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我問你啦 你覺得這5個國家是哪幾個 我看你地理 地理常識好不好 地理很好 有什麼 西班牙 左下角 對對對西班牙 還有呢 然後那個像靴子義大利 哇 哇 還有上面的 上面那個應該是愛爾蘭吧 對對對 還有還有還有 中間那個是那個希臘 希臘 然後咧 然後還有什麼 怎樣看不出來 打不出來 歐洲5國還有義大利啊 義大利有啊 西班牙 然後 葡萄牙 對嘛 葡萄牙你沒講嘛 你剛才西班牙講完 你不順便講葡萄牙 在旁邊 對啊在旁邊而已 所以 就這5個國家 歐洲5國 那我告訴大家 現在已經沒有人會再講歐洲了 為什麼 因為這5個國家 他們那時候很爛 爛到差點要倒債 就政府財政出現危機 但是經過了這10幾年 他們早就都已經脫離了 所謂歐盟的觀察名單了 他們的經濟 他們的財政都快速的恢復上來 現在經濟已經越來越健全了 包括希臘 希臘你知道 來給你看一個數字 這是希臘的10年期國債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國債的殖利率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債券越不值錢 大家越擔心你會倒債 那你這個殖利率會怎樣 殖利率會飆升 因為大家擔心你這個債券不值錢 大家擔心你會倒債 就不敢持有你的債券 就拋售你的債券對不對 那債券的價格跟殖利率是反比的 你拋售你的債券之後 價格往下掉 殖利率就飆了 當初歐債風暴中心之一的希臘人家 從2022年以來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大概都維持在2.9%左右 2.9%左右 那頂多最高呢 大概普遍還會在3% 4% 頂多最高就在5% 大概在這個range跳 但是你看到今年 今年以來 今年以來 普遍都落在大概3%左右 這是法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這是從2012年以來的 過去啊 你可以看到從2012這個公債殖利率 法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是一路往下掉 掉到2020年疫情的時候 創新低 這樣一路往下走 當時的殖利率是多少 人家你沒看到 還曾經是負的 為什麼會負的 因為它是最安全的資產 我告訴你 法國是整個歐洲 第二大的經濟體 那它的債券後來公債 一度被投資人 或是我們所謂這個 共同基金 或是市場上的大陸 譽為歐洲最安全的債券 最安全的啦 安全到它絕對不會倒債 你就是絕對不會倒債 有時候 這銀行是負利息 銀行負利息 負的比債券還嚴重 你就會去買債券 因為我把錢放債券 先parking著 花的錢比放在銀行還少 你懂我意思嗎 小便 你如果把錢拿來放我這裡 你覺得我會貪你任何一毛錢嗎 不會 你放在家裡有可能被偷走 所以你拿來我這裡放 但是你拿來這裡放 你要付保管費 我不會給你任何一毛利息 你要給我保管費 就這種概念 可是你知道董哥老王 不會貪你的錢 你知道我也不會打 這是這種概念 所以你隨時要跟我領錢 你可不可以領著 可以 大概就這樣的概念 這代表很穩 來 這個故事在2021 2022開始 不太一樣 你有沒有看到 植魚一路往上飆升 有 現在這個位置是多少 2.9 那你看一下現在希臘 這多少 12.9 你不是最安全的債券嗎 最安全的公債嗎 你怎麼會跟當初 十多年前 歐債風暴中心的希臘 職業率是一樣的 職業率一樣代表什麼概念 就是你的風險 跟我的風險差不多 就是你要付出的 就是你去買這個債券 你會得到的職業率是差不多的 代表你沒有比較好 你這個法國的債券 你沒有比較好 你懂我意思嗎 那你看到這個走勢 代表很多人在拋售法國的公債 為什麼大家要賣法國公債 待會兒我們來聊一下 我們先給你看 這就是剛才 我們已經看完希臘的公債殖利率 看完法國10年起的 那兩個的利差 這個叫利差 本來就利差會很大 利差可能還是很大 但是利差逐漸縮小 這利差已經變0了 0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要告訴各位 歷史上首次 史上首見 法國的10年起公債殖利率 竟然跟希臘一模一樣 因為本來 本來希臘的殖利率 都贏過法國很多 因為他的債殖都沒人要 怕倒債 你看2012年 2011、2012當初這個歐債風暴 2011、2012當初這個歐債風暴 這個利差那麼高 代表希臘的這個殖利率飆很高 代表大家 怕希臘倒債 全部都在倒希臘的債殼 可是法國很穩啊 所以利差就很大 那現在利差變0 利差變0 這個現象代表人家希臘的債殼 越來越可靠 法國的債券反而越來越不可靠 是這樣的一個差距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他想要是希臘 如果我們把法國的10年起公債殖利率 拿來跟德國做比較 拿來跟德國做比較 因為德國是歐洲的第一大經濟體 我們來做比較 以前利差穩定都在這裡 過去幾年 包括到了2021都還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 最近2024年 尤其是最近幾個月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利差怎樣 往上 往上就利差擴大了 往上利差擴大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法國的公債殖利率持續的往上 這是法國跟德國的公債做比較 代表法國公債殖利率一路往上飆 那人家德國的債券一樣穩定 很多人在買 所以殖利率沒有上來 兩個利差擴大 快速的擴大 代表市場上都在拋售法國的公債 然後錢轉進德國公債 或轉進歐洲其他國家的公債 所以才會利差擴大 法國的利差才會明顯的跟德國拉開 這個就是說明有人在拋售 你要記得債券值利率往上 代表就有人在賣 很多人在賣法國債券的原因就是擔心 擔心什麼 你來看 這是法國最近的幾任總理 法國幾任總理 他們在位的時候 從1996年以來 看到過去這幾位總理 一共是一二三四四位 他們我先不管他們做什麼政策 做得好不好 他們唯一 唯一比較明顯的共同特色就是 整個法國的債務佔GDP的比例 是持續的往上飆 尤其是最近幾任飆的更快 然後已經突破了百分之百 所以你看到法國的債務危機 是一路往上 跟美國像不像 很像 所以這個方法要解決 如果你債務持續債台高足 債台高足其實你借了很多債 你舉了很多債 如果你有能力還錢 小編 好像也可以 我只是先借錢 但是我能力 我經濟很好 我能力還錢 倒是沒什麼問題 可是你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這張圖表說明了法國政府 控制預算能力有多差 紅色的部分 是去年對預算的預估 這個也就是所謂的財政赤字 在2023年的4月 他們的預估是這樣 預估是這樣 結果到了今年的4月 到了今年的4月 你可以看到他們財政赤字 是藍色的部分 這個紅色是去年的 那現在藍色是今年4月 都比紅色還多 有沒有 再來看一下 到了現在 2024年 就前不久10月份的時候 哇 更比前面兩次的預測 這個財政的控制 這個赤字的控制還要差 這一條警戒線 這是歐盟規定的 它自己設定的標準 就是-3% 也就是說 你的財政赤字 佔GDP的3% 這是歐盟的 歐盟覺得3%以下是沒問題的 3%以上 像是這個法國 就被歐盟列入了 這個過度赤字的國家 觀察名單 你要進入這個所謂赤字控制的程序當中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不只是超過3% 現在2024年 你可以看到 目前 霸國的這個 財政赤字 佔GDP的這個 比例 已經來到了6% 這很多 歐盟規定才3% 它來到6% 那這個原因就是 他們 你自己看這個柱狀體 這是時間的先後 代表他們控制財政的 這個預算的情況好不好 很不好嘛 就花的 就是沒有辦法節流嘛 花的呢 花的都很多嘛 花的都比你預算想的還多嘛 但是你收進來的錢 你的稅收 又收的比你原本預期的預算還要來的少嘛 懂嗎 就這樣嘛 所以這個預算控制不好 那財政赤字就一直增加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法國的政府 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 他們新任的政府 他們想了一個辦法 那我來推出一個財政政策 就是對於明年的預算控制的法案 這個預算控制的法案 很簡單 我要加稅 然後呢 我要大坎支出 就是我另一方面呢 加稅 我要增加我的這個來源 增加我的這個收入 然後呢 我還要大坎支出 把我要付出的錢 減少 你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看到 今年目前 這個財政赤字 是6.15% 已經佔GDP 6.1% 他們期待透過這樣的一個 這個法案 然後可以來到5.0 慢慢壓下去 壓到5.0 那你可以看到 這裡還有這個 花費支出的部分 以及稅收的部分 希望透過這樣的預算法案 預算法案 可以讓這個費用縮減 政府支出的費用縮減 然後稅的部分 透過加稅的法案 你可以看到 稅收會明顯的增加 就剛才講的 這個法國政府 希望明年 可以減少他們的支出 然後呢 增加他們的稅收 但是這一項法案 這個是新政府推出來的嘛 受到了反對黨嚴重的杯葛 即便他們總理 他們總理說 你們擋住這個法案嗎 因為正常 如果你是 小朋友問你喔 如果你是反對黨 反對聯盟的人 那你會怎麼樣 你會讓政府一直加稅嗎 問你一般的民眾 喜不喜歡加稅 不喜歡 有些人也不喜歡加稅啊 所以其實法國的民調 這很多人是 反對這個法案的 那我作為一個反對黨 我要對抗你政府 我要對抗你執政黨 那我當然就要怎樣 我當然要站在人民這邊嘛 所以這個法案 是受到在野聯盟嚴重的杯葛的 就算總理說 好啦 那我那個電力稅喔 我也不要加啦 我不要調整了啦 不要加稅 這樣可不可以 不行 就是不行 而且在野黨最快 下禮拜 可能就會提所謂的不信任法案 所以法國的總理就說啊 萬一這項預算法案被杯葛住了 沒有辦法順利通過 那麼 那麼就不是只有政治上面的問題了 而是會引起一場金融風暴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在擔心 所謂的歐債危機在起 所謂的法債危機 發債風暴 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說 法國內部的政治的鬥爭 影響到了他們預算法案的推動 而預算法案沒辦法推動 影響到什麼你知道嗎 來 各位看喔 這項新的預算法案喔 它牽扯到的是606億歐元的 加稅以及減少支出的一個項目 606億歐元多不多 有 非常多耶 所以這項能不能過 可以說是決定了法國接下來 短期這幾年債務的一個走向 債務危機的一個情況有沒有可能發生 來 那 這是 法國的製造業採購經營人指數 PMI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2022年的9月 從2022年的9月以來 50是不是我們交過的是 PMI的話 50是屬於萎縮區間 代表產業發展往下 那各位你看一下 法國的製造業的採購經營人指數 有多久沒有重回50了 那你如果再來看它的趨勢 不就從這裡就一路的往下 這代表景氣好不好 經濟好不好 不好 那你這個 如果你這個加稅的 加稅的這個預算法案 減少花費的這個預算法案過不了 那你的經濟也不好 我就想請問你 你的錢要從哪裡來 還 來去還債 你舉債了你的法國國債 最後還是要還給買你的國債的人 對吧 你錢要從哪裡來 你利息要怎麼付 小便 你今天 這個 跟人家借錢 結果你有一天呢 你被fire了 我想請問你 你有辦法還那個人錢嗎 沒辦法 就沒工作了 你有辦法還定期還他利息嗎 沒辦法 你跟人家借錢 然後你沒辦法還他錢 你沒辦法定期給他利息 那你就是違約 你就是倒債 所以有沒有風險 有 這個就是 你要持續去關心的這件事情 當然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剛才一開始有談到希臘跟法國 事實上兩個經濟體差太多了 所以我們只是讓你了解到這個事情 大概的情況是怎樣 但是你說真的 哇 法國會重演當初這個歐債危機嗎 或是歐這個五隻豬嗎 他會變第六隻豬嗎 我個人認為是不太可能 就算有一點點危機 很快時間內應該也可以穩定下來 我認為是這樣 但是 經濟的弱勢 找P&I的往下 這是一個 一個事實 所以他就導致什麼 一個導致法國股市 這個我們說股市是經濟的櫥窗 你看法國股市 這是今年以來 2024年以來 年初以來 股價這樣走的 他算是 這個地球上 主要先進國家 在2024年的走勢 數一數二的弱的 對吧 美股在哪裡 在這裡 他在這裡 他快要跌破今年的低點了 他這反應的就是什麼 法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就是 股債雙殺 因為職業率飆高 代表債券在砂盤 債變成價格在砂盤 那股市也在跌 那就其實簡單講是 國外的投資人 或是全球這個市場上的投資人 很不看好法國這個市場 不管是你的股票 還是你的債券 都認為你已經出現了財政上面的危機 而這個財政上面的危機 你就必須要趕快解決它 如果你沒辦法解決 大家就對你的常債能力產生懷疑 小編你如果一個國家次之一直往上飆 債務一直往上拉 大家會擔心 你懂嗎 而且一旦爆那就是連鎖反應了 嚇死人了 所以這個情況 如果想要看到法國股市 在明年在後年 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轉往上 那我認為新政府推出來的 所謂的新的預算的方案 那就必須要能夠讓它順利通過 因為它代表的是法國要來財政改革的決心 也才能夠讓整個法國的經濟 回到一個比較穩定的情況 內政財政回到一個比較穩定的情況 好的 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裡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些同學關心的法國債務的問題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你要的答案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要來跟大家宣導 假投資真詐騙 近來詐騙集團非常猖狂 在網路社群或者交友軟體 來主動接近被害人 並且假借股票虛擬貨幣 期貨外匯以及基金等等的名義 吸引各位民眾加入LINE的投資群組 初期會讓各位民眾小額獲利 後面就會告訴你要更多的資金 才能有更多獲利等等的說詞 吸引各位觀眾 引誘各位民眾加入投資的網站 或者是下載他們的APP 來賄賂更多的資金 後續它會告訴你喜碼量不足 或者是要追繳保證金 IP異常等等的理由來拒絕您的出金 那當民眾發現自己的帳號被凍結了 或者網站已經關閉了 這時候才發現自己被詐騙了 所以老王這裡要提醒大家 只要是高獲利 必定伴隨高風險 當你聽到保證獲利 穩賺不賠 這樣的說詞 必定是詐騙 民眾應該要選擇自己有研究 而且熟悉的投資標的 不要親信來源不明的投資 或者是網站以及一些網路的連結 如果你聽到遇到要你加耐 才能進行投資的 必定就是詐騙 老王在這邊 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一起關心您 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致付投資風險